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我们当中 你知道通常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在教会的里面 姐妹都比较追求 但是我们要逆转这个事情 姐妹都比较追求 然后属灵书籍都比较会看 那弟兄可能在这个方面 就比较被动一点 但是我要鼓励在我们当中 所有的弟兄 所有的父亲 所有做丈夫的 真的当我们愿意在这个部分 更多的成长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婚姻跟家庭 还有我们的教会会改变 会带下神的祝福 Amen吗 所以如果你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那个QR Code 或者是你可以Google这本书 然后我们就可以寄给你 然后你可以购买这本书 好 那我们要非常幸运之前 我想问大家一下 因为我的这个脚不是很舒服 所以我可以坐着讲吗 谢谢你们 我还没有去到教会说不可以的 你说不可以 我才不理你 好没有 OK好 所以我今天会做的分享 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这样的角色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刚刚看见 有这么多的人受洗 归入你的名下 主我们相信 主你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 主要以为接下来的信息来祷告 主求你赐下智慧跟启示灵 在我们中间 主孩子知道 今天所要分享的不是那么容易 主但是你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敞开心来领受 你要接下来在我们当中 所做荣耀的工作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首先我要跟你分享 今天的题目叫做向自己死 相当不吉祥的一片欣喜 OK 那首先我要跟你分享是 先知Rick Joyner说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全宇宙最强大的那两位 都要你死 全宇宙最强大的那两位 都要你死 一个当然是撒旦魔鬼 因为耶稣说他来就是要偷窃 杀害跟毁坏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只是撒旦仇敌魔鬼要你死 神也要你死 首先你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神看生命跟死亡的眼光 跟我们很不一样 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思维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跟神的国 跟神是同步的 而你要知道神看生命跟死亡 跟我们很不一样 你知道在创世纪的里面 当神对亚当说 你吃分别山岳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你就必死 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 当亚当笑话 他们一吃分别山岳树的果子的时候 他们就啊 啊 啊 倒在地上死了 我想要请问你 有吗 没有 他们还活着 然后呢 他们就从那个地方离开 从地上的角度来说 他们有心跳 他们有脑波 他们有呼吸 我们认为他们是活着的 可是神却说 他们已经死了 因为在那个时刻 他们生命的气息 与神生命的气息 就被切断了 可是相反的 耶稣却说了一句话 他说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这个 耶稣在讲这句话 一粒麦子的时候 他不只是讲到 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 他讲到那一粒麦子的时候 他也说到的是我们 所以耶稣用麦子来做比喻 就是除非我们容许 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领域 死去被埋葬 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 结出神定义 要我们结出那个层次的果子来 我再说一次 耶稣还用麦子来做比喻 就是除非我们容许 我们生命当中某一个领域 死去被埋葬 譬如说刚刚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你知道受洗是 我们与死同死 然后同埋葬 然后同复活 如果我们不与耶稣基督同死的话 我们的生命当中 就没有办法结出神定义 要我们所结出的 那个层次的果子来 你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我们与属神的领域 也就是在我们与天国的中间 有一个麦子 之间有一个麦子 就像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圣所跟至圣所的中间 有一个麦子 然后这个麦子就隔开了天堂 跟我们物质的世界 所以你要知道神的国 天国的领域 跟我们现在所活在的世界的中间 有一个麦子 有一个麦子 当我们读到新约西伯来书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基督耶稣的身体 就是那个麦子 耶稣基督的身体 所预表的就是那个麦子 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这个麦子就从上到下裂开 当这个麦子裂开的时候 就使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 就使我们可以进到天国的领域 而你要知道 这个麦子是双向打开的 意思是说 当这个麦子打开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可以进到天国的领域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而我要告诉你 天国所有的一切 也可以进到我们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麦子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进到神国的领域的里面 还有天国里面所有的一切 也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可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因为有人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 经历了死亡 我们知道当然是耶稣 当他死的时候 这个麦子从上到下裂开来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明白属天跟地上这两个领域 是如何彼此连结的 而一个活在这两个领域当中的人 你知道吗 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 你不只是活在地上 你同时也活在天上 属天的领域 所以一个身为基督徒 一个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活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人 如何透过向自己死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拉开这个麦子 让天向地敞开 这就是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 所以我听过很多宣教士的 他们的见证 你知道吗 我听过有些的宣教士 他们在某一个地方 他们传福音十几二十年 都没有一个人信主 那个地方非常的刚硬 人的心非常的刚硬 后来那些训绕是 就死在那个地方 有些甚至是很惨的 为主训道 可是奇妙的是 几年过后 就在他们死了的地方 福音开始爆发 福音开始有了突破 这是因为你要知道 当死亡发生的时候 不只是有人去了天堂 就在他们死了的地方 天国也开始进入 天国也开始入侵到 他们的环境的里面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以为死亡是终点 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看 死亡是终点 但是神看死亡 却是一个过渡期 或者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再说一次 我们从地上的角度来看 死亡的时候 我们觉得死亡好像是一个终点 可是神 祂的眼光不一样 祂看死亡呢 却是一个过渡期 或是一个开始 所以神在说 除非你先向你自己死 不然你没有办法看见 跟经历到 接下来神所要做的工作 接下来所会发生的事情 可是我要告诉你 我刚刚说了 除了神要你死之外 还有谁会要你死 撒旦魔鬼 撒旦他把死亡的 这个过渡期的观念 完全的扭曲 他要我们自己来做 神有祂的时间跟方式 要在我们的身上 所做的工作 你知道很多即将要经历到 属灵死亡 然后从死里复活的人 仇敌魔鬼会对他说 你受不了了 你放弃吧 你自杀算了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你这样子就可以一了白了 意思是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曾经或是现在 有过有自杀的念头 再最后我会给你分享 我30岁的时候 我也曾经有自杀的念头 在我的里面 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你的生命 正在被神预备 要进入到一个属灵的新生 你即将要进入到 经历到一个极大的突破跟释放 你要知道 当你预叫这样的事情 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该做的 就是要来到神面前 来等候神 可是如果你听从了魔鬼的谎言 你听从了魔鬼的话 而选择放弃 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 接下来所会发生的事情 在那地方姐妹 你要知道 神呼召我们 要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 某一个领域的死去 你才能够在那个领域的当中 活出神 所要为你预备 那个全新的生命 可是撒旦仇敌魔鬼 他却要扭曲这件事情 他要你 当你在那样子的经历里面 他要你在绝望的当中 选择结束你的生命 选择放弃 选择不要继续再跟随神 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请 你们也应当这样 向罪算自己是死的 在基督耶稣里 向神却是活着的 保罗在对案经文说 他说从现在开始 你要看自己 你要算自己是死的 可是在教会的里面 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 你要背起十字架来 有没有听过 你要背起十字架 然后你要把自己 盯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知道 当我们听到向自己死 或者是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的里面 就有很多很多 错误的观念 对于向自己死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来告诉你 向自己死不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 向自己死不是什么 第一个 向自己死不是压抑自己 第一个 向自己死不是压抑自己 基督徒很会压抑 基督徒很会压抑 但是压抑这件事情 只会毁坏你的关系 特别是在婚姻的里面 我发现很多的人 他们在婚姻关系的当中 有人可以压抑五年十年 有人可以压抑得更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是当你压抑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里面 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 你里面会累积 很多的苦毒跟怨恨 你对你自己说 反正我就是要看自己是死的 你误解了保罗所说的话 我告诉你 其实你不是看你自己是死的 你只是看你自己是麻木的 你并不是看你自己是死的 你是看你自己是麻木的 但是问题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会永远麻木 你不会永远麻木 有一天这些被压抑的感觉 这些所有的苦毒 这些的怨恨都会爆发出来 这就是我看见有很多的人 他们经历到所谓的中年危机 他们经历到所谓的中年年纪 他们一辈子都在压抑 然后突然有一天 他们觉得我们干嘛要在压抑 所有爆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要叛逆期的话 越早越好 你知道吗 真的在年轻的时候 就要叛逆期 赶快先过了那个叛逆期 因为你知道吗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或者是你进到中年 或者什么的时候 很多人在中年危机的里面 他开始叛逆期的时候 他是可以豁出去抛家弃子的 他是可以豁出去 不要这个婚姻跟不要这个家庭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知道像自己死 并不是我把我自己里面的感觉 所有的都压抑下来 另外呢 像自己死也不是说 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会压抑上说 你就要放下 你要放下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你要放下 不好意思 放下是佛教 不是基督教 OK 放下是佛教 我们基督教不是放下 向自己死是什么 向自己死是承认你里面真实的感受 然后你将你内心的脆弱 挫折 失望跟痛苦 都敞开在耶稣的面前 交给他 所以只是听好 向自己死不是压抑 向自己死也不是放下 向自己死是交托 很诚实的 很真实的 把你里面的感觉 带到耶稣的面前 交托给他 第二个 向自己死不是自制力 向自己死不是自制力 你知道基督徒超级会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 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 很多的这些知识 很多的教导 很多的原则 所以我们很会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 我们要靠意志力不要发脾气 我们要靠意志力不要难过沮丧 我们要靠意志力不要软弱跌倒 我们要用意志力来撑服事 直到你发现有一天你再也撑不下去了 你只好选择放弃或是逃跑 事实上我要告诉你 用意志力来控制自己 只会强化你的老我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你的肉体反而会更难死 如果你不断地用意志力来操练 来活出你基督徒的生活的话 你发现你不但死不了 你更难死 然后你更难在神的面前降服 像自己死也不是用意志力 要把自己钉死 为什么 是因为你自己钉死的是不会复活的 我再说一次 你自己钉死的是不会复活的 我又与基督一起同钉的 也就是让神来钉死你生命当中的 那个部分 他才会从死里复活 蜕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靠意志力来改变你的生命 你必须要让神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真的基督徒 我们很受受我们用我们的意志力 然后试图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告诉你 你会徒劳无功 所以向自己死并不是自制力 第三个 向自己死也不是殉道者心态 殉道者心态 这样很多热心服侍的人 他们通常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我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 我要为主牺牲奉献 有没有听过 那些服侍很热心服侍 我要为主牺牲奉献 我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哎 又被占便宜了 没事 你们要我做什么 好 我就去做吧 我的车拿去 我的钱拿去 我的时间 我的精力 通通都拿去 反正我就是一个死人 我告诉你 时间久了 你一定会burn out 你一定会被消耗殆尽 而且我告诉你 你不但没死 而且你会更敏感 更委屈 你开始会对神跟对人里面 会开始有愤恨不平 然后最后我发现很多人 一开始是很热心服侍的 到最后连教会都不想来了 一开始做小组长的时候 我好有爱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burn out 就是连人的电话都不想要接了 为什么 是因为你里面的 不是真的向自己死 你里面的是一种殉道者的心态 那向自己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神指出你生命当中的某些事情 当然他不见得是错事 有可能是错事 有可能是你所犯的罪 但是有些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不见得是错事 可是神对你说 孩子 这不是我要给你的 或者是呢 你这种思想的方式 并不是出于我 你如果不想听的话呢 你就会开始感觉到不舒服 如果你继续的抗拒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好像在你身上 那个担子就越来越重 直到你降服 容易把这件事情的主权 交给神的时候 你才会真正的得着释放 有些的时候呢 你里面那种知罪感 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强烈 可是它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 所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话 我们认罪就好了 可是你也发现 也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那个知罪感 就在我们的里面很强烈 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个知罪感不是因为 某一种罪的行为 而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罪性 而那个罪性讲的就是 我们里面有那个旧有的思维 或是我们那些旧有的思想方式 是与神是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 我们的救恩是从死亡开始的 罗马书第六章说 我们与基督耶稣 你没有今天我们有受洗吗 我们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埋葬 可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可能你在点水里的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看出这个表象 因为我们在进水里的时候 我们进到水里面的时候 就是同死同埋葬 然后我们又在 没有人就在水里面不起来 所以他起来的时候 就代表的是 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受洗的意义 在讲到的就是 这是我们救恩 我们生命的开始 同死同埋葬 与基督一起同死里复活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重生的时候 没有错 你的灵是活了过来 可是你的肉体呢 却是在你得救之前 不知道已经被你的老我 设定了多少年 所以你会发现 就算你重生得救了 你还是会有以前的渴望 冲动 感觉 跟想法 对不对 就算你得救 你不会说 我晚上 我马上我的想法 思想就不一样了 这是为什么保罗说 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你会发现 那些过去的想法 那些过去的思想方式 是你在得救的时候 那个被钉死 被埋葬的罪性 所设定的 所以交都不用交 对你来说 再自然不过了 这就是当我们说 像自己死的时候的 那个自己是什么 我们先来读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们先来读前半部 你知道当我们读到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可是这个经文 却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必须要 先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不再试着去掌控 或是改变我的肉体 我不再试着去 去提升我的肉体 而是我真的要让神 把他钉死 不然就没有办法有复活 唯有这样子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 后半部才会发生 我们来读后半部 请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你知道这节经文的意思 是神 我相信神要透过我 活出来的不再是我的生命 而是祂的生命 我再说一次 这句话的意思是 神要透过我 活出了祂的生命 意思是说 当我从死里复活之后 基督耶稣的生命 就会从我的里面 开始涌流出来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但是基督耶稣的生命 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 第四个我们来看 向自己死不是什么 向自己死不是自己来 或是你亲自去处理 你生命的问题 我再说一次 向自己死不是你自己来 或是你自己亲自去处理 你生命的问题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节 我们来读 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我来不需要招义人 而是要招罪人 怎么说 耶稣听见了就对他们说 我想要问你 他们是谁 他们是谁 如果你往前读一点的话呢 他们是法利赛人当中 最懂圣经的文士 耶稣对这些法利赛人当中 最懂圣经的文士 如果在今天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些的牧师 跟传道人 所以耶稣在对这些牧师 跟传道人说 这句话 然后你要讲 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说 你们是健康的义人 然后呢 他们是病人跟罪人 所以他们需要我 你们不需要我 仔细听哦 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法利赛人他们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病的人觉得自己没有病 OK 有病的人觉得自己没有病 你知道他们的病 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有病 OK 跟你旁边的说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病 仔细听 耶稣在对法利赛人 耶稣在对这些牧师 跟传道人说 你们以为你们没有病 其实你们病得严重了 OK 你们病得严重 就你们以为 你们在教会里面 你们就没有病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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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病得严重 有病的人的问题就是 他们当然问题是 有病的人不知道自己有病 这是第一个问题 OK 第二个问题 当然没有看见 你自己生命的需要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第二个 更严重的问题就是 病人以为自己是医生 试着帮自己 或是彼此治病 OK 我再说一次哦 第二个问题 比第一个问题更严重 就是病人以为自己是医生 然后开始帮自己 或是彼此来治病 Hello 你要知道人生命的问题 不是任何的人或是宗教 可以解决的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任何想要用教育 或是人的意志力 带出转化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 跟人文主义 任何想要用教育 就是说你多听一些讲道 多读一点圣经 多上一些装备课程 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了 或者是透过人的意志力 你看你今天经过这些的教导 你知道神的原则 你要努力 你要用你的意志力 去做到这些的事情 任何用教育 或是人的意志力 想要带出转化 转化是什么 就是生命的改变 想要带出生命改变的方式 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 跟人文主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有来到这位最大的医生 耶稣面前 我们真实生命的改变 才会发生 当耶稣说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的时候 耶稣不是说 让我来做你们的仆人 为你们打杂 不是的 耶稣的意思是说 人子来 你不是要你们为我做什么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你为我做什么 而是要让我为你做 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 为你自己做的 我再说一次 耶稣他的意思是说 我来不是要你来为我做什么 我们都以为说 神啊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耶稣说 No 我来不是要你为我做什么 而是要让我 这位大医生 来为你做你永远都不可能 为你自己做的事情 太太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分享 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不是行为偏差 很多的时候不是行为偏差 你知道我们还是有软弱 我们还是会软弱跌倒 我们没有比外面那些 没有信神的人更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我们行为偏差 并不是我们会犯罪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给自足了 我再说一次 基督徒最大的问题 不是行为偏差 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容易自给自足 我们虽然口里面会说 神啊我要依靠你 我们虽然口里面会说 我们要祷告来依靠神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的基督徒心里面 真正在想的就是 耶稣 我有办法 我不需要你帮我 或者是 耶稣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就努力去做就好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 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来过这个全新的 这个复活大能的一个生命 耶稣对尼哥底姆说 约翰福音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请 光来到世上 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罪的原因 就在这里 凡作恶的都恨光 不来接近光 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 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 好显明他所做的 都是靠着神而做 这边说 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 然后接近光的时候 神就会显明 他所做的一切 是靠着神而做的 你知道当我读到 纪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画面 其实这是我们每一天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画面 就是耶稣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道指着我们 然后要我走向他 我越靠近他 这个剑就刺我刺的越深 而且我也有越痛 直到我被刺死 然后耶稣把我抱在他的怀里 我才能够从死里复活 我再说一次 耶稣拿着圣灵的宝剑指着我 说你走过来 然后当我们越靠近他的时候 这个剑就刺我们刺的越深 越痛直到我们死在耶稣的怀里 他才能够使我们从死里复活 行真理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来接近光 我们要来救近光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再遮掩 不再逃避 不再隐藏 我们对神说你就是光 求你显明我们里面的光景 我愿意看见我所做的一切 到底是靠着你 还是靠我自己 刚刚我在读那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行真理的就来救近光 然后神会显明 我到底是靠我自己 你知道吗 靠我自己不是神要的 靠神 依靠神 让神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 依靠神来做 这个才是行在真理的里面 你知道 人是会用尽 所有一切的方法 不去看 不要去看 我们会想办法压制逃避跟遮掩 我们一点都不想要神 向我们显明 向自己死的那个自己 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滑手机 听音乐 看电视 出去玩 找人陪 甚至我们会忙于工作跟服事 我们要用所有这些的东西 来刺激我们的魂 麻痹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超级害怕 一旦我们安静下来 就会有我们不喜欢 不舒服的感觉 跟情绪跑出来 可是你要知道 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关掉所有的东西 我们安静 停止一切所有的行动 记得神说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Be still 我们停止我们 所有一切行动的时候 神就会开始说话 当我们安静 不做任何事情的独处 你就会开始感受到 神的真理要领到你 而这个真理 它会显明你真实的状况 跟神要杀死的那个部分 好让祂的生命 进到你 像你自己死的那个领域 让天父在永恒当中 所创造的你 耶稣基督所拯救 那个全心的你 圣灵所恩高 那个大能的你 能够脱胎换骨 出死入生 在你的里面 死里复活 我再说一次 当你安静下来 当你让神的光 来光照你的时候 神要显明的真理 就是你里面真实的状况 跟你里面 神要杀死的部分 好让神的生命 可以进到你的里面 让天父在永恒当中 你知道吗 神说你受造奇妙可畏 你是天父所造的 如果你能够活出 神所天父所创造的那个你 你知道你的生命 就是自由的吗 另外呢 我们要活出 耶稣基督所拯救 那个全新的你 记得耶稣说 在基督耶稣的里面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另外圣灵所恩高的 叫他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你知道当主的灵 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会完全蜕变成 另外一个人吗 主的灵在我身上 然后耶稣基督造的里面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I'm a new creation 还有天父说 你受造奇妙可畏 你知道像自己死 难就难在什么 就是死真的很痛 死很不舒服 死是超级失控的 一件事情 没有今天在我们当中 没有任何人说 我好喜欢死 没有的 对不对 有人说我好喜欢死 很不舒服 很痛 很失控 如果你说你很喜欢的话 你其实不知道 像自己死是什么 你知道纽约畅销 作者Ted Decker 写了一部 黑红白绿四部曲的 基督教的小说 它里面呢 比喻了基督徒 从伊甸园 一直到今天的生活 然后这篇小说的里面呢 它讲到有一天 那个代表神的主角 跟所有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来跟从我 然后呢 之后讲完之后 他就走进到湖中 消失在湖底 所有在岸上的人 看着彼此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们说 我们是不是该开个会 我们要发起一个机构组织 或是委员会 还是我们要不要开始一个 效法他的运动 他们当中 其中就有一个人说 他不是要我们跟从他吗 可是其他人就说 他去了湖底 如果我们跟的话 我们不是全部都会淹死 那个人说 他要我们跟随 所以我要去跟随他 于是那个人 就跳到湖中 开始往湖底游 他一直游 一直游 因为那个湖很深 他一直游 一直游 然后他游到一个地步 就算他现在想要放弃 他知道他都已经游不回水面了 他已经快要没有气了 你知道通常 当你在溺水之前的时候 你会很剧烈的跟你 想要呼吸的本能挣扎 当然我知道我们刚刚可能没有人 有这样的经历 但他们说 你快要溺水的时候 然后你会很激烈的跟你里面 想要呼吸的本能挣扎 就是你的头脑会告诉你说 不能呼吸 因为你就算吸也吸不到 因为你在水里面 可是你身体的本能 意思是说 你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巴都说 快吸 你现在就需要氧气 你要赶快吸 所以你知道 在你的里面 快溺水的时候 有两个声音 一个告诉你说快吸 一个说不要吸 一个说快吸 一个说不要吸 一个说快吸 一个说不要吸 这个小说就在描述 这个人在湖底挣扎 快要没有气的经历 就在他要放弃挣扎 然后他张开口吸进水的时候 他就昏了过去 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他发现他不但活着 他还能够在水里呼吸 而且从那一刻开始 他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都完全被改变了 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曾经有看了一个 很老的电影 叫做火星任务 这个火星任务的最后一幕 讲到他的朋友 都要坐太空船 回到地球了 可是他要跟这些外星人 要回到他们的星球 所以就有最后这一幕 就想到这一幕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影片 他有另一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若了解 向自己死是什么的话 你会发现 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里面 所有的本能 一点都不想死 我们会想尽办法 要活下去 我跟你讲 当我刚刚给你看 那个影片的时候 他又有点像向自己死 但是他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因为在这里面的这个主角 第一个他在那个管子里面 他是没有选择的 那个水身上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地方逃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很会逃 他在那个管子里面 没有办法逃 但是我们却没有那个管子 所以我们很容易逃 可以不需要经验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个水上升得很快 对不对 水上升很快 可是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像自己死你完全不知道会多久 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多久 那个人他很快很快很快 那个水就漫过了 所以他有没有的选择就要在那个里面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却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说 最难的就是 你不知道他的过程会是多久 在教会里面常常听过一句话 叫做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有没有听过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可是我跟你讲 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永远都走不到你的尽头 你知道吗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走不到我们的尽头 除非我们真的已经破碎 被破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没得选择了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的话 我们走不到我们的尽头 但是当人没有走到他的尽头的时候 神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工作 就没有起头 神永远没有起头 在你的生意的里面 明白我所在说的吗 你知道通常当我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 是我跟喜恩结婚18年过后 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的这个见证 就是我会讲的这个见证 就是主要是在讲的是说 你知道我们很习惯18年 只有我们夫妻两个人 而且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这一辈子会有孩子这件事情 会有孩子 所以当生孩子的时候 你知道我整个的世界是崩塌的 就是我整个的世界非常的崩溃 就是我当我有孩子的时候 但是我今天没有要讲这个见证 我想要讲一个我没有讲过的见证 在这个地方 没有讲过的见证 连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教会都没有讲过 因为我也不敢讲 没有啦 但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见证 你知道喜恩我太太 小我快9岁 我认识她的时候呢 她才17岁 我们开始交往的时候 她才20岁 所以我爸爸常常会跟我开玩笑 说我有恋童癖 他说我要报警抓你这样子 我记得当我那个时候全职 做传道人一阵子 那个时候大概我是25岁全职 我大概27 28岁生日的时候 我跟神说我生日的愿望 就是我想要在30岁 我可以在30岁能够结婚 这是我的愿望 因为我25岁出来全职 然后我跟神祷告说 神啊我要30岁的时候可以结婚 然后呢当我跟神 讲了这个我的生日愿望的时候 神就跟我说好 所以呢我跟喜恩那个时候 喜恩那个时候交往 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 我才25岁25 6岁 那她还很小 真的就是这个很犯法 所以不要做这样子 所以后来等到她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交往 那我们交往快一年的时候呢 我真的就觉得 她是神为我预备的 我就计划要跟她求婚 有天晚上我就很试探性的问她说 就跟她讲说 我希望可以永远跟你在一起 我们结婚好不好 你知道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喜恩不是感动 她是惊恐 她开始吱吱呜呜讲不出话来 好不容易挤出来一句话就是 哎呦太突然了吧 我还没有预备好 我心想说 这是怎么样 你是跟我玩完是不是 没有啦我没有这样讲 然后呢我就说 你不爱我吗 她说我爱啊 她说难忘 我说你为什么不嫁给我 然后她就说太快了 我没有办法 太快了 在那一天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肚子 被重重地垂了一圈 我心里面开始有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就是我感觉到 好像我要结婚这件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接下来你知道 我们的关系就开始变了 只要不谈到结婚 就都还好 只要一提到结婚这件事情 喜恩就马上变了一个人 他会马上shut down 然后呢 他整个情感会封闭起来 然后变得冰冷到不行 就是你完全认不出来 他是一个 就是他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有些的时候呢 他可以坐在那个地方一小时 一句话都不说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 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想神啊 你不是答应我 三十岁的时候 我要结婚吗 现在我看起来 根本就不可能啊 那我们常常 那个时候常常 为结婚的事情 在吵架 事实上呢 都是我非常的着急 然后非常的生气 然后他总是魂游向外 就是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感觉他的魂 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不再跟我对话 我好受伤 我心里面想说 你这个女人 到底要拒绝我到什么程度 在我以前在交往的时候 我超级掌控 我超级想要 我总是想要控制 透过控制对方 来得到安全感跟满足感 这是过去 我在交往的时候 我里面的一种模式 可是现在我告诉你 我在跟喜人交往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谈到结婚的时候 不管好说 歹说 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已经做传道人两三年了 传道人说的那一套 我全部都用了 能够说的 我都说了 甚至呢 连我生命还没有被改变的时候 我很会情绪掌控的那一套 我全部都用了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喜人啊 他就像是一道墙一样 我说什么 我讲什么 我做什么 一点用都没有 有一天他告诉我说 我要去新加坡读圣经学院了 我心想说完了 在台湾都这样子 去新加坡一定更惨 可是呢 你知道我是传道人吗 这种事情是好事 你要去进修 去读圣经学院是好事 我又不能够阻止他 结果他就去了 他去了之后呢 我们大多都是透过电话在沟通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 那些的 就是那个时候还很久以前 我们都是透过电话来沟通 可是这些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而且呢 相隔两地 我们反而更常吵架 更常冷战 然后呢 他也更容易 因为不在同一个地方 他更容易逃避我 当时我的弟弟训证牧师 跟我的好兄弟信中牧师 他们都在瑞典读书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才刚做青年牧区的区牧长 根本没有人可以讲 没有人能够分享这些事情 在那段的期间呢 我白天要服侍 当时我们青年牧区很复兴 不断地在增长 我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忙 但是呢 每一到了晚上 我常常会痛苦沮丧地睡不着 我觉得我都快要得忧郁症 特别是每到半夜 就会有一个 我会被一种很深的绝望感抓住 我感觉我的未来是一片的黑暗 有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说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你跟喜恩是不可能结婚的 那个时候我住在13楼 然后那个声音就对我说 你从13楼跳下去都会比现在好 你从13楼跳下去 你就得到解脱了 因为我真的好痛苦 我真的很难过 好几个月 我每天晚上都会经历到 这种黑暗跟绝望 我白天像一个正常人在服侍 做所有这些区牧场 或者教会的传道同工 我该做的事 可是我晚上 每天晚上 同样的事情会一直发生 有个声音会告诉我说 你自杀算了 你自杀算了 有一天呢 我就跟我青年牧区的传道同工 在祷告敬拜的时候 神就让我看到一个异象 我看到我原本走在一个 无止境的黑暗隧道的里面 突然之间就有一道光进来 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孩子 结束了 你可以出来了 有个声音对我说 孩子 结束了 你可以出来了 接着神就对我说 他说过去你是在用你破碎 非常有限 有条件的爱在爱喜恩 而喜恩的里面 也有很多的伤害跟破碎 神对我说 不是他不想回应 而是他根本做不到 这是为什么你的里面 会感到那么的绝望 然后神就说 但是我要帮助你 可以用我的爱来爱他 你的爱很有限 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但是我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用我的爱来帮助你来爱他 而你可以有盼望 知道那一天当我们敬拜祷告完之后 我就跟我们的传道同工分享 我说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的区牧长 已经有好几个月都想要自杀 好几个月都陷入到这个 忧郁跟低沉的里面 可是刚刚神却释放了我 他们都很讶异 因为他们完全看不出来 然而不知道怎么的 那一天之后我发现我整个人不一样 我整个人就放松 很自由 很释放 我就觉得他不嫁给我也没有关系 他要怎么样 我就全部都交给神 其实喜恩我告诉你 还是一模一样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我看待他的眼光却不一样了 我可以开始看见他也在努力 我可以感受到他其实也很爱我 这是我以前都看不到的 虽然他也是没有办法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面回应我 你知道吗 这个对于求婚 求了一年都被拒绝的我来说 真的很伤 但是神却给了我盼望 让我可以耐心地等候神 要在我跟祂的身上所做的工作 知道有一天就有一个外情讲员 来到我们的崇拜讲道 神真的透过他那天晚上所分享的 很深地服侍我 然后回到家中 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很兴奋地跟喜恩 那个时候他在新加坡 我很兴奋地跟喜恩分享 今天讲员所说的 跟我今天晚上所经历到的 他就安静地听我说 突然之间他就开始爆哭 我吓到 因为喜恩很少哭 他的情感通常是封闭跟冰冷的 我几乎没有看过他哭 可是那天晚上 那个讲员所说的 就是他心里面最深的恐惧 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别人的秘密 而这也是正是他生命当中 建造起来那个自我保护的 围墙的那些谎言跟坚固淫瘾 这个东西不但拦阻了 他能够向我敞开心 你知道他里面有个谎言 就是他一旦觉得他跟那个人分享的话 那个人就不会要他了 他很害怕他一旦跟我讲这些事情 我就不会爱他了 可是当他在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感觉到天父的爱 源源不绝地一直在浇灌着电话两端的我们 我感觉到好像有一种 以前不曾对他有的爱 现在神把它放在我的里面 那天讲完电话 神真理的光仿佛就带我们走出了 那个黑暗的隧道 而他的爱也抑制了我们的心 大家的弟兄姐妹 我要跟你分享 神真的非常的信实 真的就在我30岁快完的 三个月之前 我就跟喜恩结婚了 你知道神不但使我们的关系 从死里复活 也让我相信 也让我知道 那个我所经历到的绝望 那个每天晚上搅扰我 那个自杀的灵跟那个声音 他只不过是印证了 神要让我的生命 让我的服侍 并且让我跟喜恩的关系 脱胎换国 从死里复活 你会问 最后你会问 那牧师 我听完了你这篇信息 那我到底该做什么 我到底该怎么办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 What can I do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来 我最后要跟你分享 降福不是行动 而是你要停止 所有你自己的行动 我再说一次 降福不是行动 而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神的儿女们 你要停止 所有你自己的行动 你过去一直在挣扎抗拒的 唯有降福 你才会得着 真正的释放跟平安 神复活的大能 耶稣基督的新生命 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 那个领域当中发动 而我要告诉你 没有任何人 可以强迫你降福 只有你自己可以做你这个选择 没有任何人能够逼你 向你自己死 只有你自己可以做这个选择 你愿不愿意今天对神说 我不要再靠我自己继续挣扎了 我要交托 我要放手 神啊 我要让你做主 然后我要等候你 我要等候你的时间 我要等候你的工作 我要等候你 让我从死里复活 Amen 好不好 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每个人把眼睛闭起来 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喜欢安静 我们喜欢很多很多这些的声音 很多其他的事情 让我们没有办法安静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真理 可是今天早上我祷告 神的真理要领导你 神真理的光要领导你 我要你专心的 定睛在神的面前 然后我要你问神 主你今天在对我的心说什么 圣灵 我不只是想要听一篇道而已 你来向我显明 我生命当中 有哪一个领域 是你要定死的 以至于我不再靠我自己 我可以从死里复活 好不好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要你问圣灵 主求你来光照我们 求你来对我的心说话 那个我放不下的 那个我不断压抑的 那个我试图在神跟人的面前 隐藏起来的 好不好圣灵今天 求你把我带进到你的光中 让你真理的光来显明 我不要再依靠我自己 我不要再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不要再靠我的努力 主我单单来依靠你 在你的时间 用你的方式 来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在对你说 你生命里有某一个领域 你一直很用力 你一直很期待改变 你一直很想要那个突破 但神是不是在告诉你 你一直在用你的方式 在靠你的力量 在用你的智慧 在用你的聪明 在做这些事情 神说你愿意把那个交给我吗 你所爱的人 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改变 你所放不下的那件事情 不会因为你的努力而改变 而是当你全然的交托 享福 向神敞开你的心 神就可以开始运行跟工作 没有人喜欢向自己死 没有人喜欢在神的面前说 主我我愿意全然的享福 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做这个选择 我们可以全然的交托 我们可以全然的相信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也会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